教育部長蔣惟寧來到新宜鄉的梁華高秀參訪 學生與客家家家務責很歡迎 好好特別安排一項 讓部長來瞭解平鄉學生的學習總統 雖然在冠府教育處的安排 各都已經三個的各種小學校長進行做談會 來聽出平鄉的教育問題和訴求 代一代課確實比例非常大 最近進來的老師幾乎大部分都是來自各縣市 而來自桃園 然後甚至比較更遠的高雄 他們已經向校長表態 他們這一年講完了之後 可能就必須要離開我們的學校 然後我們在這一次的一個總統被當中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專業的教練在設施情形當中 我們希望是說 他們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可以進行去的話 能不能我們有這麼好的一個設施之後 能夠在再一個一個學校當中設置 在批評幾乎的學校裡面 設置專業教練這樣 平均緣合應該是合適 那這樣講你有緣合的時候 其實可以平均這樣教練是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那現在當你緣合不夠嘛 你根本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比較完整的做一個調整以後 希望能夠來先速來做處理 為中教育部長蔣偉妮 對得了解到 募情南道館平衡學校 在輸出問題的困境以外 將對做主化所三星的修好裁品無題 將為您也面貼回應 必須於學生的手機受夠款 為優先的考量 每一個小孩的受教權都是非常關鍵的 所以不管它是二十幾個或兩百多個 只要有學生在學校 我們都要盡最大的努力 讓每一個小孩都能夠被成就 這是其實基本的思考 最重要的還是學生受教權 我剛剛這樣講的 學生的受教權第一關注 如果真的是有考慮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充分的溝通 必須有效的 能夠讓學生 不是要真的跑太遠去上課 這個還是必須中整來考量的 經濟的因素是放在最後看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教育是一個希望工程 那我想我們榮華會秉持著一個 用心在給我們的下一代 那藉著部長來 也把這樣的資源 給我們偏遠的學校 那我想教育會越犯越好 教育部長蔣偉妮 來到梁華高校參訪 明記班校長做談會 雖然並沒有好理方散和實際補助 但讓新宜鄉頂山區學校的訴求 可以在這裡上達中文 要讓討論以久的消耗裁品議題 可以在中部長蔣偉妮的民家回應 記者檢本宣 蔡鳳報道